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是陪我玩新化妝品系列 今天主要想玩的一件事就是 Pan McGrath的聖誕palette 我有貼過上IG的 如果大家想看我IG的貼文 或者看我平時的故事會上載什麼 就可以先去追蹤我的IG 我輕輕就開給你們看一下 其實是一個超顏色的palette 我都不知道我會怎樣用它 看起來好像有很多紅色、紫色和金色 選擇恐懼症 我都很害怕 不知道怎麼用 還有大家看到我今天的背景不是白色的背景 因為我已經不想再坐在沙發前拍片 因為坐在沙發前拍片我是沒有桌子的 我有點辛苦的 所以我現在就坐在廚房 希望我今天坐在這個位置 光會平均一點 大家都看得舒服一點 我又化得舒服一點 那我們現在就事不宜遲馬上開始 其實我已經化好了底妝 那今天的底妝呢 我就用了這個 明貴的toya depot粉底 其實我拍了粉底測試的 但是還沒剪 那我或者會再拍多一次update version 因為舊那個我已經是比較熱的天氣的時候拍的 雖然現在也不太冷 但是都涼了很多 那我會再拍多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不過overall我都覺得它挺好用的 唯一一個小小的缺點就是它不是太長的 我自己覺得 那我會再拍測試片 如果大家想看的話 就記住subscribe to我這個channel 又賣廣告 OK 那眉呢 我就用了Bobbi Brown的這個microbrow pencil 他們發了很多顏色給我 所以我最近都經常用 而且是那些幼的眉筆 那before我們開始呢 我會塗eye makeup base 其實很多人都不喜歡塗eye makeup base 因為可能會很容易卡到眼影一塊塊 但我自己就prefer會塗的 在我塗任何顏色之前呢 我輕輕把它們摸了上手 喔 有兩個是dual chrome的暫時看到 那些顏色是這樣 這兩隻是dual chrome的 這個比較明顯是不是 這個也是的 不知道看到不看到 然後這個也是的 動不了手指 我有一點點想 今次是塗了一些 最深色的眼尾先 因為上面 其他顏色很多都是 metallic和閃的顏色 那好像build up 了 深一點的眼尾先是好一點的 那我會用這個顏色先 下眼影也是一樣的 我會先塗在這裡 一看就知道今天這個妝 會有一個濃妝了 好了 那現在blending是有點衰的 但就做了眼影先 那我現在blend 所以我先把它放鬆一點 然後呢 我用什麼顏色 好呢 我想塗眼頭 我首先想塗這個綠色 因為我想 用一些古怪的顏色 好了我塗那個綠色 我會用這個綠色和這個金黃色 首先會用這個綠色 加上眼頭 這個金黃色我會塗在暗頭 然後我會想用粉紅色 看看哪個粉紅色 這兩個粉紅色都是偏光的 看到一個紫金 一個就是粉紅金 其實很多顏色都是偏光的 這個只是紫紅 這個就是偏藍的紫色 看到有偏光的 我會想加一個深一點的粉紅色在後面 這個粉紅色是沒有閃粉 但它是亮的 有點幻彩 其實也不是粉紅色 像紫紫地色 還未分開它 好像被打圓了眼睛 現在先混合它 現在真的很難混合 因為我下了那個化妝底 我會加少許這個粉紅色 去混合它 然後我會用這個偏光的粉紅色 它不知為何塗出來是偏金 還是綠 我會用手指上 上在粉紅色和綠色中間 然後它會把這兩個顏色融合在一起 因為其實 Metalic綠和紫紫紅色很難混合 它有這個 Duo Chrome的偏光 就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 再補一點點 再補一點點 剛才的紫紅色和啡色 再加上眼尾 由於眼妝看起來好像沒有特別感 所以我選了全粉紅色最古怪的顏色 就是這個 我肉眼看起來是紫色 但在鏡頭看起來是金色綠色的 塗在下眼線位 留在最後面上不要塗 這個顏色真的很誇張 眼尾的位置我會用這個 黑黑紫紫的顏色 塗在這個位置 暫時是這樣 我這邊的眼睛因為流眼水 所以這一格是 吸緊了眼影 好深色 下眼影呢 我也是會用這個 粉紅色去混合 開一點 再防大一點的眼睛 這個掃呢 是Addiction的B02號掃 超軟滑 就是我這樣不斷來回掃 這個很敏感的下眼線位 是超柔軟的 可以多買幾支他們的掃 好好用 現在是這樣 沒有特別感的妝 看看有沒有其他顏色可以用一下 有這個紫色 加這個很漂亮 哇 這個紫色很漂亮 希望過鏡 不要把我的妝的顏色都關掉 好像用手指上 更快脆方便 而且它有點閃閃的顏色 搭下搭下 變了好像 顏色有點不見了 這個眼頭其實有點金色 但我會再加一點 顏色的 再加多一點 是這個 這個 少少Dual Chrome 金色粉紅色的顏色 看到嗎 就是這樣看呢 它好像金色 但有些位置動 它好像粉紅色一樣 我沒有想過今天眼妝會變成粉紅色的眼妝 再加多一點點紫色 在這裡 完全是紫粉紅色的 大概是這樣 看起來好像很混亂的 顏色 因為它全部都是Metalic 反光 其實我已經混合得很均勻 那我現在就畫眼線 眼線筆是用了這個MAC的Brush Black 24hours Liner 這個黑色 最近都經常用這支 其實這支是第二支 我覺得它的筆頭很好畫 但不是超級防水那一種 那我會 用一個Gel Liner 這個Make Up For Ever的Aqua Resist Color Pencil 先畫了 內眼線 你看到呢 畫了眼線 立即正常一點 不畫就好像 整個妝容很鬆散 然後我會貼個假人之毛的 這個好像是Michi Booming 不知幾號的牌子 那我現在去貼一貼 貼完就是這樣 我覺得要戴一隻Corn 我想戴一些誇張一點的Corn 但又不想戴平時的 即是很薑絲的那些 不過我收了Pink Icon 他們寄給我這個Olan的Vampire 不知道有沒有我平時戴的那些 那麼薑絲 但應該是比起 這些Russian Silver的Corn 比較淺色和誇張一點 那我現在戴一下 試試看 如果不行 我就換回這個 我很喜歡用的Russian Silver 這個也很漂亮 但不是超級混血的感覺 好像太薑絲了 不是混血的 真的很薑絲 但它比起平日一般的Corn 是有一點硬硬的 那我們繼續化妝 那這條眉毛 可能要加深一點 我用深一點的顏色 加深一點的眉毛 然後呢 Contour 沒有什麼新的Contour 我還是用Fenty這個 其實有很多人會留言說 好恐怖啊 你的眼睛好像薑絲 不是啊 我覺得沒什麼 我加了一些在這個位置 那我雙下巴在那裡 應該沒那麼拋 下一點遮瑕去清潔 可能有一點髒的位置 我會用RMK的這個粉餅 它有一點點珠光的 它是有輕微的亮亮的 可以打亮這個位置 好像有些太粉紅了 不要管它了 那不知為什麼呢 我的髮令紋 是有一點明顯的 可能皮膚的鬆弛 打亮 打亮 接著呢 就到胭脂了 其實呢 有一盒新的胭脂 未用的 no buy之前買回來的 這個是SUKU的 胭脂 palette 好漂亮啊 其實很簡單 就這樣黑色一盒 它出了兩個顏色 第一盒出的顏色 它有個類似紫粉紅的顏色 那我就覺得不一般的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那第二盒呢 它就比較wearable 但不知道搭不搭我這個妝 好像也有些深色 我又有一點想用MAC的這個 GLOWPLATE BLUSH 我不知道 我先塗了這個底 或者是 用手指振開 它看起來像是 暖一點 橙一點 振開了還好 加了一點 振開了好像 好像不是很角眼 還有我自己塗煙子 我會塗高一點 這樣呢 我也是 想輕輕用一下這一盒 輕輕用一點 我用這個顏色很輕手 原來已經有顏色了 然後我會加少少這個紅色的 把聲音吃完 敏感藥 開始 很沉 很沉 純粹想 它不要看起來那麼橙 然後呢 它這些都可以當是highlight的 我輕輕上一點 上這個顏色 然後呢 嘴唇塗什麼好呢 嘴唇其實都是有MAC的唇膏 都是偏自然的唇膏 所以今天可以用 因為眼妝實在太厲害了 那我就不會塗一些很誇張的唇膏 還有這一套 一套六支的glowplay lip balm 那我會先試了452這個顏色 因為每個人都說這個顏色是最漂亮的 但我不知道它搭不搭這個妝 這個叫做452 dead tickles 它也是一個漂亮的顏色來的 但我略嫌它對我這個眼妝來說 太過啡 太過warm tone 可以呢 抹上去 454 Floral Coral 都好像 不太搭妝 好 我最深色這個 45 Grey Pea Admirer 這個應該適合了吧 這個好一點 因為它沒有那麼 warm tone 你看我的眼妝也是比較 苦 tone 有些粉紅色 紫色 這個唇膏是紫一點的 沒有那麼啡 沒有那麼橙 看上去 就 融合在一起多一點 或者我換回一個 平易近人的Russian Silver 這隻Corn 給大家看一下 現在我相信 很多人可能覺得太誇張了 換回一個自然一點的Corn 但我還是覺得 這個 胭脂和嘴巴 都不太配搭 所以 印走一點點的嘴巴 還有 擦走一點點的胭脂 在這些環境 我也是用Benefit的Bendy Lion 因為它是一個很 粉嫩的胭脂 又不會太浮誇 所以搭配這些 勁妝 我又覺得是挺適合用 因為剛才那個胭脂 好像真的太橙了 而且這個胭脂 就算真的很重手 也不會搭到很噁心 所以我很喜歡用它 嘴巴 就用回最近很喜歡用的 Cara Beauty 它這個潤唇膏 MAC這些顏色 都漂亮的 但不搭我的妝 這個 它叫Cara 其實它叫什麼 原生嘴唇顏色 就是Cara的嘴 那個MLBB色 其實片頭 我也塗了它 才開始拍的 因為沒有塗到 嘴巴沒有色 所以塗這個顏色 挺好 如果覺得有點亮 輕輕引一引它 我覺得它真的是 MLBB色 不會偏粉 偏橙 偏啡 是沒有的 真的 很像一個真的嘴唇的顏色 就是這樣 我這個妝就化完 我會再用一下它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妝 或者喜歡這個影片 就記得給我一個讚 走之前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nstagram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眉毛 我就用了Bobbi Brown的這個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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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A giant 小大的 輕軸 一個 一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